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提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 发表书面致辞时 提出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坚决压制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规划建设大型封电光伏基地项目 金峰科技02-208受惠于内地加快封电建设 带动盈利持续增长 估值吸引 近期股价创新高后回信 不妨趁低收集 截至今年9月底子 中国海上封电累计并网装机案年增近76% 至1319万千瓦 目前多个海上封电项目陆续并网 在海上封电可以平价并网下 第四季海上封电并网规模将加速增长 金峰从事制造并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封电零部件业务 首三季收入335.5亿元人民币 下同 按年跌9.4% 顺利30.13亿元 按年升45.6% 单计第三季度 收入156.47亿元 按年降11.1% 顺利11.62亿元 按年升46.6% 主要因为风力发电机模拟率扩张 抵消装机量下降 令风力发电机赴运按年跌20%所带来的影响 第三季模拟率 由去年14%升至18% 首三季模拟率按年升8.9个百分点 至25.8% 封机业务在首订单加速增长 为后续业绩提供支持 今年首三季新增订单约6.6吉瓦 再首封机总订单约16.4吉瓦 单计第三季 封机新增订单约3.4吉瓦 拿单数量较上半年加速 预期封电相关上由大宗商品涨价临近尾升 零部件成本压力有望逐步改善 对其封电业务的利润展望更乐观 预测金风2021年顺利增32%至39亿元 市盈率约18倍 远低于太阳能同业的30多倍 以及全球风力发电机同业的63倍 对其他人数字幕提供